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,我是小丽 我们今天用蔬菜和水果来做一款好吃的燕麦蛋糕 无糖,少油,健康又营养 正在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地食用 我准备了两根胡萝卜,半个苹果 清洗干净,去皮以后 把胡萝卜擦成细丝 再把苹果切成小块 苹果和胡萝卜架到一起大约有230克左右 准备150克的即食燕麦片放入料理机中 再加入我们准备好的胡萝卜丝和苹果丁 再打入两颗中等大小的鸡蛋 准备30克的核桃碎 再加入40克泡软的葡萄干 4克的无铝泡打粉 15克的玉米油 然后加盖,把所有的材料打匀 打好了以后就是这样 细腻又粘稠的状态 我准备的是一个6寸的蛋糕模具 提前铺好一张油纸防粘 脱模也更方便 把我们搅好的燕麦糊放入模具中 摊平 上面可以再撒上一些核桃碎和葡萄干 装饰一下 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5-10分钟 180度的上下火烤40分钟左右 这款蛋糕里虽然没有加糖 但是里边有苹果和葡萄干 所以吃起来还是很香甜的 口感也是非常的松软 正在减脂漆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淡淡的试用 我是小莉 每天都做好吃的 明天见 下火烤9-100分钟 即将远 Commission